美国加州南部最近出现了壮观的蓝眼泪奇景 民众拍下了海豚身上发出水蓝色的光芒 在海中遨游 闪闪发亮 吸引了冲浪客跟观光客前来朝圣 连海豚也来凑热闹 蓝眼泪的出现跟发光早是有关的 受到海浪或是船只的刺激 就会发出水蓝色的光芒 而蓝眼泪一般是出现在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 不过美国加州相当特殊 夏末秋初的时候都有机会欣赏到 而最近夜光早大量的聚集在南部沿海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 海豚在海中遨游 身上散发出蓝色光芒 闪闪发亮 水蓝色的海浪拍打上岸 冲浪客慕名而来 挑战夜间冲浪 民众踩在沙滩上 透出蓝色光芒 在水中漫步 点亮海浪 这一刻无比梦幻 美国加州南部再现蓝眼泪奇景 肉眼就能清楚欣赏 许多观光客前来朝圣 搭上小船来一场夜游 船边都能看见水蓝色的围光 蓝眼泪一般出现在热带跟亚热带地区 不过美国加州相当特殊 夏末秋初都有机会欣赏 最近夜光早大量聚集在南部沿海 受到海浪拍打刺激 发出光芒 形成珍贵的蓝眼泪美景 受到天气跟海流影响 不确定这次蓝眼泪会持续多久 民众可要把握机会 张永腾编译